我们要记得刚才这个事情 在服务器端渲染这个里边的话 我们先看 这是普通的服务器端渲染 也就是服务器端渲染 它干嘛呢 当你写了一个组件以后 这个组件其实包括两部分 因为你写的所有东西都是组件 component 那么你写的这个component 其实来讲分两部分 一部分是静态的HTML框架 CSS也没有用 爬虫也不看CSS 他鬼知道他渲染出来是什么样子 他只看里边那些有用的 有语意的就是HTML结构 以及对于语意的这些强调 所以为什么前面我说 如果他爬的一个EM 监控号-EM 他会觉得这是个强调 为什么他觉得这是强调 而如果你搁了一个span 上面加个class 他虽然人看起来是强调 但是他看不出来是强调 因为在语法架构上 你没有强调他 好 那么也就是说 其实来讲 如果想让搜索眼睛能看到 那么你就是要 在返回第一次网页的时候 要把HTML的东西都给掉 但是JavaScript是给不出来的 因为你必须给到本地以后 那些东西才能往上挂 否则你没地儿挂 明白吗 JavaScript这些东西只能后面 所以好好的一个组件 现在要变成两步走 就是第一步 把HTML 所有的HTML 这个结构全部弄出来 而且要把它塞到对应的位置下面去 把它挂上去先 它只有一个HTML的东西 然后到了本地以后 本地再第二次把所有的JavaScript 乱七八糟都开始往上挂 而且如果他遇到了爬虫的话 他就不挂了 直接那个HTML文档的结构就有了 所以这个东西就是服务器端渲染 要做的事情 那么好 我们看它的流程是什么 它的流程是说 当浏览器去访问一个UIL的时候 访问Node的服务器 一会我们会看到Node 访问Node这个服务器的时候 然后他向后台去 因为首先Node在这的时候 他来Node在这干嘛 负责组件 由Redux来初始化Redux 对吗 然后这个 哦不对 Redux是在那个什么端的 路由是它的 然后呢 组件 用哪些组件 这个是要他来决定的 那么这些组件拿过去以后 这个时候组件里边 后面可能需要一些数据 这些数据其实来讲 如果我们现在说的是服务器一段渲染 一会儿 或者我们反过来看吧 这是正常的渲染过程 我们先说正常的渲染过程 你访问一个UIL 给你一个空的手平HTML 就刚才我们说的那个地骨底下 什么都没挂的 这就回去了 如果这边是个爬虫的话 这边过来就回了一个空的 也是TML屏 OK 再错 没了 然后这个时候 请求评数据这块来讲 我们刚才学的Fetch或者什么 就是手评它有数据 它往上挂它有component的 这个是它往上挂的时候 所有需要数据的地方 它会第一次请求Node 然后Node会向后请求一些数据 就是用于渲染手评的数据 然后把这个东西返回来 然后Node服务器再返回来 把数据返回来 然后浏览器基于这些手评的数据 再加上这些代码 然后在浏览器已经渲染完成的情况下 二次渲染改动DOM 把DOM改成你看那样 然后这时才是阿扎克斯 如果过了一会儿 比如有阿扎克斯数据 那么也是依次向后传递 再依次向前传递 所以问题出在这 在这块的时候 如果这是个爬虫的话 它看不到手评里边的HTML的结构 这就是浏览器端渲染 对于SEO不友好的地方 那么怎么办 那很显然嘛 就是在第一次渲染的手评要的数据 就把手评的要的数据拿过来 然后就把一个渲染好的手评 HTML给到这边 拿到的时候 HTML结构就有了 就是在拿到网页的时候 在这个一个时间点 HTML的网页已经 就是在第一次返回的时候 就已经拿 但如果这边是爬虫的话 爬虫就能很好地看到 整个的这个DOM里面的这些结构 然后如果有阿甲克斯数据 跟原来一样 其实这就是服务端渲染 要做的事情 好 那么我们来说服务端渲染的优点 就是说呢 SEO手评渲染快 缺点呢 当然也有 第一个就是服务器端渲染 只会执行到DMount之前的勾子 会对开发受限 就是如果你Mount到的是DETMount DETMount以后的 那么对不起 你还是分布式渲染 看见了吗 也就是说 如果这个数据在这个 这次跟着这来了 行 如果这个数据是阿甲克斯出去的 对不起 这个地方依然拿不到 钩子 也就是说 这个爬虫依然拿不到 所以如果你想让 能爬虫拿得到 就必须在DMount之前的钩子 放 陈放在这些钩子里面 这些以后的都是 异步渲染的 就后面再说 不管 而第二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学习成本高 这个成本马上就上了 所以这件事情 你自己想 反正是 所以其实有一个简单的办法 就是你把真正想让别人看见的 那个东西 实在不行 可以先挂在那个HTML底下 这样一次就返回了 返回完了以后 然后再剃掉它 你反正如果是爬虫的话 你就看见这个东西了 但是这个 另当别论了 这个反正其实办法有的是 但是来讲 Facebook React 必须给出一套官方的办法 就是这个 这个里面有 原来有一个故事 这个给大家做借鉴 就是有的时候 大家不要太技术人员 有时候会一根筋 就是你不要试图用技术问题解决 所有的问题 有些问题其实是能绕过去的 你要理解 就你如果要清楚的知道 你的目标是啥 也不是为了技术 而技术 这个东西你最后 你研究了半天 然后你又不给你涨工资 然后又不晋升 那你不要怨 这个你要想清楚 因为你要集老板之所集 那么你把你的技术 用在帮他解决问题上 他才会 当然也有一些老板没良心 就不分你钱 但是你要不帮他干出活来 他肯定不给你钱 这是你要明白的事情 原来有这么一个例子 就是很有意思的一个例子 当然这个很有可能是个段子 我怀疑 就是说肥皂 肥皂有一定概率 在盒里没装进肥皂 就盒子给封上 然后你要检测 哪个些肥皂盒子空的 然后把它拿出来 然后后来说 美国就花了几百万研发 那么一台机器 尚不有S光机在那拍 拍完以后 发现盒里没东西 就拿机器手喷给拿下来 然后很贵 这个设备 后来中国的一个香道厂 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然后老板让一个小打工仔 说你把这个问题想想看怎么办 但是打工仔就想了一办法 然后拿了一工业风扇 巨大的放在 放在那个 那个那个 就是那个传统带前面那吹 空壳啪一吹就掉地上 然后那个 这个是有东西呢 就无所谓就过去了 当然我很怀疑这是个段子 但事实上 很多时候我们要解决的问题 你要知道这个问题 我们要解决到什么程度 就不一定非得 非得用这样的一个 比如服务器端渲染 那个当办法 而且特别是 如果你真的对于这个 搜索引擎依赖 因为搜索引擎 有可能就搜你其中几个 一些重要的 也是那些重要的 其实你可以把那些 HTML的标记就 我就预先塞到 那个框架里面去 这是可以的 这保证 这个我告诉你 保证那个 那个 相应的那个 整个那个东西是可以的 就是那个 爬虫是能爬到的 你要想爬虫 爬到更重要 还是你维护 react的这个技术的 统一性更重要 这是你要想的问题 OK OK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